书接上回 这个明武宗也就是正德皇帝死后 他的堂弟继承王位 也就是历史上的明世宗 这个世宗皇帝继位初期还真不错 在政治上做了一些改革 可谓是历经图治 比方说整顿税收 改革立志 才智这些宦官等等 可是到了后期 这个世宗不问正事 迷上了道教 整天社谈 想要长生不老 对于国家的这些大事也都不管了 朝廷大臣纷纷上书 劝谏皇上 皇上也不听 而且这个时候就有那随和皇上心情的人 溜须拍马的人就站出来了 比方说大学士严松 善于起草这些祭神的文书 得到了这个世宗的赏识 被提升为内阁首谱 严松和他的儿子严世帆一起 结党营私 贪赃亡法 可谓一手遮天 上至朝廷大员 下至黎民百姓 没有一个不怕严松的 那说都怕吗 也不尽然 在浙江 淳安 有一个小小的 七品县官 这个人呢 是天不怕 地不怕 对待严松 是毫不畏惧 这个人 就是著名的海青天 海瑞 海瑞这个人呢 家境贫寒 很小的时候 父亲呢 就病故了 人生有几大喜事 也有几大悲事 老话说啊 有四大喜事 三大悲事 哪四件喜事 叫九汉逢甘雨 他乡欲固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石 四件好事 哪三件悲事 叫少年丧父 中年丧妻 晚年丧子 这个海瑞啊 三四岁的时候 父亲就没了 家里面的顶梁柱舌了 这家境情况 可想而知 母亲谢氏 省吃少穿 节衣缩食 供这个海瑞上学 你看这小海瑞啊 发愤读书 立些誓言 说我将来 一定要做个 有利于国家的人 我将来要做了官呢 一定要言行一致 做个好官 到了家境二十八年 海瑞中了个举人 被派到南平 当了一名教育 什么叫教育 就是县学里的一名官员 一个老师 海瑞执教严格 把这学校办的是井井有条 有一天上级来视察学校来 很多人一听呼啦一下 跪倒一大片 在当时 那这是大事儿 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 这小小的现学的头 未入流 根本和人家没法比呀 包括老师 包括学生 都跪倒一天 可是这个海瑞啊 不打算归 为人师表 我要跪下 有辱失道 这怎么能行 所以海瑞利而不跪 在他旁边 有两个殉岛 没有海瑞这鼓起 哭通哭通都跪下 海瑞就搁这站着 那这回好 当劲高 两边低 跟那山字 大同小异 又向那比架 所以海瑞打这儿 得了个外号叫比架博士 上司一看很不高兴 可是这个又说不出个不字来 你没什么理由说人家 所以拿它也没办法 四年之后 海瑞被提升为 淳安的支县 这淳安管辖地界 是山多地少 老百姓十分的贫苦 这是个穷县 海瑞上任之后 目睹惨壮 十分的痛心 心说我身为一方的父母官 就要为百姓着想 首先 下大力气 整顿励志 定了许多的条文 倘乎有人 收受贿赂 哪怕是一分一文 我是严惩不待 而且节省开支 能不花的钱 就不花 能少花的 就少花 等等等等 老百姓可算 叛来个好官 可县衙里的这些衙衣 县城 主部 很不理解 这位这不有病吗 本来我们这地方就穷 你再来这套 一点油水都没有 我们还干个什么劲 所以这些人呢 是大有微死 可是呢 又没办法 敢怒 不敢言 硬着头皮 也得给办 而且这个海瑞啊 为老百姓着想 公平 公正 公开 受到百姓的爱 这叫在一方做官 就要扫服一方的百姓 老百姓都按条大指 可是没出几天 闭门家中做 祸打天上来 麻烦事儿来了 来了个胡大公子 有人问了说 这胡大公子是谁 这人可惹不起 他是浙江总督 胡宗县的儿子 总督啊 一品大员 这个胡宗县 是严嵩跟前的大红人 说一般 所以这个胡大公子 又无扬威 有很多的官 都十分的畏惧 这一次这个胡大公子 路过淳安县 住到那管义里 这大公子很不高兴 现在什么管义 一点都不是五星级 这这管义太差了 把那官员给找来了 严刑拷打 吊起来给打出气 把这官员给打得 遍体鳞伤了 大家伙敢怒耳不敢言 这事海瑞就听说了 海瑞一听就一皱眉 这胡公子太蛮横了 我得杀杀他的威风 但是他也知道 这个胡公子是他顶头上司的儿子 要想审问他 得想个办法 你看海瑞也有主意 白天不问 晚上问案 深惊半夜了 把这胡大公子给传来 而且这县衙大唐这些灯光都撤下去 不要 就在他的这个桌案之上 点了一盏小灯 就点了一只蜡 整个的大唐乌曲抹黑的 要说伸手不见五指 那有点过分 但是这个当官的 看不清这被告 被告瞅不清当官的 就这种状态 把这胡大公子给逮了 胡大公子心里边不高兴 又是折子又是屁 谁敢逮我 也不打听打听 我是谁 好啊海瑞 你吃了雄心 咽了暴胆 我回到家跟我爸一说 你毕竟倒霉 我叫你挪挪窝 来到大唐之上 是利而不贵 海瑞把金唐木一拍 大胆的刁民 你竟敢冒充胡大公子 冒充胡大人的儿子 你这本身就是个罪过 而且把管义的官员 调起来飞行拷打 私设公行 你该当何罪 这位胡大公子 根本就没把心里去 海瑞来来来 你下来 你下来你看看我是谁 我下去 没有必要 我作为当官的 我审理的是案件 我下去干嘛 你就是一般的流氓地体 恶棍无赖 我作为朝廷的命官 我干嘛要接近你 所以 这个海瑞不下去 哎呦 胡大公子心说 这不下来 这麻烦 他又没看出 我是谁 拿我当一般人 给我打了 我多冤 我 我是胡宗宪的儿子 好大胆 你敢冒充胡大人的公子 你这就是罪魂 来 先给我打 不容分说 一顿板子 把这胡大公子给打的 爹一声是妈一声 有苦难素 你说这公子这坤吃的有多豹 过后这个海瑞给胡宗宪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说呀 说现在这个纯安来了一个姓胡的人 自称是大人您的儿子 这个人胡作非为独打官吏 指责官吏招待不周 这和大人的明令不符 这个人一定不是大人的公子 而是有人冒充 现在我已经严办了 请大人放心 胡宗宪命人一打定 有人咧着嘴 大人 那就是公子 呀 难道说海瑞他不认的吗 他半夜升堂问案 又就点了一盏灯 谁能看得见的 所以公子吃了个亏 哎呀好啊海瑞 我跟你没完 说没完 这仇可不大好报 所以只好暗气暗憋 吃了个哑巴溃 没过几天 这事又来了 你还是一剑挨着一剑 这回这位啊 更了不起 都遇使燕茂青 燕茂青不仅官色的大 而且是严嵩的干儿子 贪污受贿 穷奢及欲 非常的骄横 这一次皇帝命他总理严正 这个人呢 带着很多老婆 什么大老婆 小老婆 半大老婆 一大群老婆 很多的家丁一路之上浩浩荡荡 是威风凛凛 所到之处 远街进营 山珍海味 都是好吃的 而且临走 还有很多人给拿东西 每到一地都这样 每到一地都这样 这东西打哪来的 打老百姓身上贪的 军摊一家一户 晚上齐钱 走来走去 就快到淳安县 淳安县呢 属于延州府管辖 知府就听说这事 马上下行文 挨个县通知 说你们一定给我认真准备 不许怠慢了 躺乎有哪个地方 要是怠慢没做好 我叫你吃不了 兜着走 其他各县都忙 唯独这纯安县 海瑞 没理这根胡子 反而呢 写了一封信 给都御使 这信呢 还写得很委婉 也很巧妙 信的那意思说呀 说卑职 看到大人的献牌 知道大人呢 要到我这来了 可是大人有令 说迎接送往 都要一切从简 可是卑职听说 大人所到之处 供应豪华至极 现在必献十分的贫穷 你说要是按照传闻办事吧 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还违背大人的献令 你说想要按照这个献牌上 写的办事吧 又怕得罪大人 所以卑职是左右为难 不知是应该从简呢 还是应该隆重接待 请大人明示 给写了这么几句 那也说 那这都御使就说呗 别人怎么干 你怎么干 那不行 你看过去这些封建的官员 私底下也好 或者说背着别人不知道 贪污点 受贿点 但是面上还得做出那种 谦谦君子之态 还得表示一下 我不是这样 我是清官 可千万别这样 其实实际一转身 根本不认账 现在海瑞把这事公然端到桌面上 窗户枕给捅开了 这都御使心里不高兴 但是也不能说什么 后来一想算了 我呀穿新鞋不踩狗屎 你个小小的欺品之线 我犯不上跟你废托 我心情给我弄糟了都不知道 绕道 绕道 绕道走了 没到淳安县 严州府的知府就听说了 谁说海瑞 好啊 你这哪是上书啊 你这是要我的老命 把海瑞给我找来 海瑞来了 和这知府 脾气沾火就着 蹦着高啊 海瑞啊 海瑞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得罪都御使大人 你还想活不想活 你不想活 你别把本官也拉下马呀 这要都御使大人回去一不高兴 跟严松大人一讲 焉有我的命在 我被你害死了 海瑞啊 我死你也好不了 你挡着 以为能丢官 可后来这事啊 悄无声息 没有了 为什么 这都御使虽然心里不高兴 但是抓不着海瑞的把柄 所以啊 也就暗器暗闭 后来海瑞被调到北京 担任户部主使 一看这皇上整天求神拜佛 不理朝政 海瑞上书劝谏皇帝 写了一份奏折呀 当时很多人都劝 说海带您可别写 您还记得不记得 嘉靖二十年 御使杨大人上书 结果给关了八年了 好学那老命没死到牢里 您可别再写了 可是海瑞毅然决然得写 拿出二十两银子来交给他的同乡 说我要死了之后 你拿着这钱把我买到老家 把家人都找了 命一个家人打棺材部 买了一口棺材先放家里了 干嘛 我死了之后就装症 其余的家人都给遣散了 你们呢 有家的回家 有亲戚的投奔亲戚 这次我去上书是必死无疑 一切都交代完了 海瑞抬着棺材来念见明世宗 世宗皇帝一看这份奏折 当时就火了 海瑞写的狠一针见血 说什么君道不正 臣直不明 皇上二十多年不理朝政 法纪松弛 励志败坏 财政崩溃 家境家境 那就是家家干净 穷的什么也没有 皇帝不关心太子成长 缺乏父子之情 就知道啊 求先问道 而且回到后宫 没有夫妻之情 这也是求先问道的错误 等等等等 希望皇帝能够幡然醒悟 要不然国之不国 大明的江山将毁于一旦 等等等等 皇帝看完之后 这个七野这脸红一阵 绿一阵 好啊 你这哪是上书啊 你这是隶属我的罪状啊 啊 把这奏折就扔地呢 来呀 来呀 把海瑞给我逮起来 两旁的这些太监过来了 骑饼万岁呀 海瑞跑不了啊 他也不会跑啊 听说他这次上书是抬着棺材来的 把家人都给遣散了 哥朝王里挡着呢 哦 明侍松冷静一想 又把那奏折给捡起来了 翻来覆去又看了几遍 把奏折放到桌上 哦 这家伙想当笔干 我可不是骤王 我可不愿意做昏君 虽然没杀海瑞 但是把海瑞掐奸入狱 扔到大牢里了 后来一直到了嘉靖皇帝死了 海瑞才得以释放 海瑞这个人呢 一生节俭 有一次他的母亲过生日 海瑞来到肉部 掌柜的一件 哟这不是大人吗 呃 您买几头猪给老太太助寿 海瑞一乐伸出两个手指头了 哦 两头 大人太少点了 不是两头 二斤 买二斤肉给老太太助寿 真有您的呀 就给割了二斤肉 这件事一时间是传为佳话 后来到了万历十五年 也就是一五八七年 海瑞病逝 享年七十四岁 海瑞这一生啊 十分的节俭 他去世之后 清点遗物的时候 就发现海瑞 剩了十两银子 这十两 还是他的心疯 在那个年代 像海瑞这样的清官 可不多见 海瑞尽其所能当官为民做主 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 海瑞是出淤泥而不染 实属难能可贵 所以海瑞去世之后 还有很多的老百姓 是一直怀念着海瑞 大家呀 除了对于海瑞经养之外 还有一个人 大家伙也是十分的敬佩 那就是奇迹光 爱国将领 咱们下文再说